啊 啊要没有按musicator 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先把musicator装上 装上 啊我们打开我们的餐点 我们可以先渲癌症看一下 我将它从2012转回2010 目的就是为了让它产生 用我们的外观产线产生涟漪 我们的外观产生涟漪 我们的外观产生涟漪 可以按摩 而且可以按摩 我们的外观产生涟漫 我们的外观产生涟漪 这是我们的外观产生涟漫 那天上还是有一些鱼的 将它复制过来 现在我们利用刚才所学的知识 把它的连移做出来 现在先关掉 关掉代理物体 现在要复制过来 现在要复制过来 地形啊 这样这个就可以了 一会儿 很卡啊 10比12要卡的多 10比2要卡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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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现在我们开始做这一个 现在离子已经有了 现在我们只需要 做一个 pwebs就可以了 好 将来的反弹先赶上吧 没有问题 啊 绑定 用pweb是绑定 离子系统 好 绑定完了以后 看来看到这是 多少帧145 145的时候 这已经落下来了 PYF是反例 好 打开M编辑器 找到这个材质 将它的凹凸啊 将每个材质的凹凸改一改 凹凸加在一个这个材质 它的一颗Water加上 两边都加上 这个也加上 它这个Water啊 存一个 万一有什么问题 存一个 啊 现在就在进行线了 来 将这个材质 重新改一改 Water 那 好 怎么没有了呀 刚才大意了 我们并没有绑定了以后 并没有让它去拾取 这个物体 失去物体 现在也拾取地形 140我们现在在 你学了一下 大意了 好 谢谢观看 好 以上这个就是PUAPS连移插件的使用方法 当然材质是可以重新自定义的 编写 由于系统的系统速度比较慢 所以说是我们就演示到这个地方 最后把相应的MAX打开以后 加入一个PUAPS 加入一个PUAPS 因为这个版本没有 在2010加入PUAPS 重复刚才以上的操作 最后渲染出来就有连移的一个地面 就有连移的一个地面 由于时间漫长 这个地方就不多做演示了 最后我们把配景的人摆进来 这个人的点缓存肯定掉了 我们再找一找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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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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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些比例 很显得到 看些比例 看些比例 把人调到合适的大小进行摆放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手上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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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上扛